邓某,此生绝技追随小范大人 范贤到来后,邓紫月变了 那个装聋作哑,独善其身的职场老人 再次唤醒了自己的血性,一起风发地回来了 出灯场时的邓紫月,一边工作一边啃着干瘪的烧饼 简淑丝孝敬的山珍海味,同僚们人人有份,唯有他不收 京都各部送来的名贵礼物,他也一概不要 身为检察院主部,却穿着破的不能再破的衣服上班 见到新上司到来,立刻满口马屁,紧急华贵 看着上司大肆表演轻正连结,转头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收受代公共三千两银票,他也只能被迫接受塞来的那份 转身却系在了公帐上,给同僚们炖肉吃,自己却依旧啃着烧饼 范贤送的点心,他也只是包好了带走,不敢再当值时间吃掉 马屁华贵是他的生存之道,独善其身是他坚守的底线 铜流却不合乌是他的品性真心 当范贤激将他如此清廉,却为何不上报时 邓紫月习惯性屈膝华贵,解释说 官长啊,就是为人,真的没有必要得罪人 而后我们才知晓,原来这个唯唯诺诺,装聋作哑的小人物 竟然有着一个极度反差的过去 当年的邓紫月慷慨激昂,院里边有谁欺上瞒下谋取私利 都被你指着鼻子骂过,甚至包括你的直属上司 但这样一个满怀抱负,仗义直言,不计个人得失 甚至敢直面抨击上位者的勇士,却因为没有靠山 还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摧残打压下倒了下来 不得不收起了自己的棱角锋芒 学会了催眉折腰,学会了独善其身,委屈求全 当时不含是是,因为是张狂,属下现在懂事了 你懂什么了? 属下懂得,做官不可特立独行,该当与光同传的 这得是碰过多少次弊,吃过多少次亏 遭遇过多少曲折,失望过多少次才换来的觉悟 面对范贤的狂轰滥炸,冷言嘲讽,无情压迫 又有谁能真正体会邓紫月努力维持笑容,却泪流满面的心酸和无奈呢 直到范贤承诺要做她的靠山 做好人生底线,最好先有个靠山 邓紫月,你有吗? 属下没有,现在你有了 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靠山 你可以试着,找一找曾经的那个自己 此时的邓紫月,眼神中那种不可置信又小心翼翼的情绪 那种逃避,讨好,心酸和震惊,终于汇集成了光 也许从邓紫月偷吃范贤的饭菜起,才是她信任范贤的开始 当她发现王启年偷吃还打包,她也假装惶恐地动起了筷子 怎么样?鲜美 她还偷尝了范贤最喜欢的酸烙 此后的邓紫月终于变了 当杀害金家姑娘的三名打手指认范贤为凶手时 她坚定选择了信任范贤 当范贤要围住考院时 面对礼部尚书这种朝廷大员的威胁 她抱贱而立,不卑不亢 当范贤在悬空妙兽重创 几乎沦为废人时 邓紫月始终不离不弃 当范贤下江南收内裤时 她暗中辅助,成功收编三大方 强势镇扶下七妃,制斗名家,击杀元末 即使范贤最终选择了对抗庆帝 她也坚定地站在了范贤一边 毫不动摇,成为了范贤身边最忠实的伙伴之一 庆帝死后,范贤归隐 邓紫月留住京都步步高升 新皇李承平要重用曾被判过范贤的侯继长 也遭到了她的强力打压 因为她出心未改 代表的仍是范贤的立场 优优独播剧场——YK